普通人眼中的北京是这样的 长城 故宫 天安门 吃货眼中的北京是这样的 烤鸭 爆肚 弹葫芦 那 家庭幽默论像节目中的北京 会是什么样的呢 下面就跟随我们的幽默特派员 一起去看看吧 大家好 我是幽默特派员 西门吹雪的弟弟 西埋吹雪 上面的空气真好啊 我们的首个叫有点是天堂公园 天哪 我看到的是正常的晨练吗 手推风火 脚跃七彩绳 倒挂垂扬柳 影天霹雳腿 这明明就是武林大会啊 下次宝宝了 我先去喝杯豆汁 压压惊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王副锦小吃鸡 哎 兄弟 这儿的豆汁好喝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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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 这儿的豆汁好喝吗 呃 我还是算了吧 地铁快来了 我要坐地铁去天安门哪 哪儿的豆汁好喝吗 毒汁好喝呢 等一下 等一下 铁锦小吃鸡 呃 倒是什么都没说 我还是飞吧 哦 还是天上宽敞啊 天安门 我来了 哇 下雪了 哎 这哥们怎么了 这哥们一看就是南方的孩子啊 还是让哥哥带你去后海花冰吧 哎呦 有个美女哎 一看就是个新手 我已经做好英雄救美的准备了 来吧 来我的怀抱 哎呀 没接住 肚子好饿啊 听说全聚德的烤鸭不错 走 去尝尝 第一次吃北京烤鸭 要怎样吃的清新突俗优雅大方又不失个性呢 这位大哥好像是个老手 我先看看他是怎么吃的吧 脆皮一张 鸭肉些许 嘴边一塞 哥们 你这么吃 让你旁边的怎么看呐 哎呀 时候不早了 我该回去了 是哪里 宝宝好害怕呀 你是我的小小小 哎呀妈呀 阿姨们呢 霧霾天就别出来跳了 今天的北京之旅就到这里了 下个城市去哪里嘞 你猜